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礼拜我们必须面对真实人生的挑战 但此刻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脚前得到安息 帮助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的耳朵能够打开 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身边眼前的朋友是你真正的朋友呢 是不是他们对你善待你然后经常的鼓励你这些是好朋友呢 还是你失望难过的时候你可以跟这个人来讲述说 如果你常在我们教会出入知道牧师就做一些婚前跟婚姻的辅导 他会向这些来寻求辅导人问他们说 你所结婚的对象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你要结婚而且你这个结婚是一个持续到死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约的过程的话 你最好是跟你最好的朋友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最好的朋友他们彼此间有一份牺牲的爱 因为神是这个婚姻蓝图的制定者 当你面对人生的风暴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朋友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朋友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是教会的新郎 那教会就是耶稣的新娘 你知道吗 耶稣基督在追求这个新娘 虽然这个新娘这个教会是罪人 像我们是罪人一样 但是耶稣仍然为着新娘献上他自己 所以耶稣基督对教会他的新娘是有一份牺牲的爱 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个人献上他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每个人享有永生 当人生的风暴 当人生的困难发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朋友到底是不是你真的朋友 他们会跟我们一起面对这个困难吗 他会为我们牺牲到底吗 我们知道朋友应该彼此相亲相爱 朋友要彼此互相的扶持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12到13 但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表现忠心的话 让我们就来检释我们自己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实践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会给我们永生的话 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 这个朋友的关系 应该是最深层最深刻的 所以我们看看 如果你是真实的一个基督徒 对主有这样忠心到底这样一个信心的话 你会不会出现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情况 使你远离的主 然后呢甚至背叛了主呢 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犹大他也是十二使徒之一 但他最后背叛了耶稣 然后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其他的十一个门徒呢 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一样离开耶稣了 但是本周所讲到的内容 跟上个礼拜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 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 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个礼拜 在讲马可福音十四章 上个礼拜我们停留在十四章的二十一节 今天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到二十八节 下个礼拜我们邀请大卫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讲道 一年前他也来到我们当中 牧师非常喜欢听他的讲道 大卫牧师跟他的太太Jody非常非常爱台湾 然后他们从事宣教的工作已经非常久了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主持这个最后的晚餐 他明明知道犹大要出卖他 但他还是邀请犹大来出席 让我们想象那个场景 耶稣基督跟十二个门徒一起吃饭 然后知道当中有个犹大要出卖他 而且二十四小时之后 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就要走上十字架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面对的一个场景 但是耶稣基督仍然展现他的爱 跟他的十二个门徒一起享用 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晚餐 就是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为奴之地的那个逾越节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埃及是代表这个最恶的世界 但是法老王他的心非常非常地刚毅 他不愿意让这些以色列人 他的奴隶离开埃及 直到逾越节 因为法老的心刚毅 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所以必须有这个逾越节 让所有的长子 因为在逾越节当天晚上死亡 所以这第十灾让法老的心转变 我们知道在逾越节当天晚上 如果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 宰杀一只羔羊 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跟门面上的话 那家的长子在那天晚上就会死掉 所以这个羔羊是其实是个宰免框 他就会死去 在那家的第一条 所以这种差别是 当天的灾的灾道 通过一家 当天的灾的灾道 在门框 和小灾的灾道 他通过一天 但他没有看到 那第一条 会死去 我们知道这个羔羊就是一个临时的替代 替代这个家中的每一个长子 如果灭灭的天使 在进到这个家户 看到门楣跟门框上面没有涂血的话 这里面的长子就要死 但是这个灭灭的天使 看到门框跟门楣上面有血的话 他就越过去 让这个家中的长子得以存活 于月节会发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法老 法老本身的罪 他不愿意遵照上帝的命令 所以1500年 在那时 the Jewish people remembered Jesus through the Passover meal in remembrance of God's mercy when He let them out of Egypt 所以1500年前 这个第一个逾越节的晚餐 就这样被纪念下来了 所以耶稣基督当天晚上 就是在主持这个逾越节的晚餐 你知道因为这些羔羊的预备 所以羔羊替代 每个家中的长子受死 这就是逾越节的意义 所以想想这些人 那些家中的长子得以存活的话 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话 准备了一只羽越节的羔羊 所以他们的长子才得以存活 他们听到上帝的命令 听到上帝的话语之后 对上帝的话语之后 正确的回应 你知道吗 当耶稣基督在主持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纪念一千五百年间 那个埃及的第一个羽越节的晚上 而是在指向未来 那个羽越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在 Mark 14 22-25 And as they were eating Jesus took bread blessed and broke it and gave it to them and said Take Eat This is my body verse 23 Then he took the cup and when he had given thanks he gave it to them and they all drank from it verse 24 And he said to them This is my blood of the new covenant which is shed for many as surely I say to you I will no longer drink of the fruit of the vine until that day when I drink it new in the kingdom of God 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了福就拨开 递给他们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递给他们 他们都喝了 耶稣说 这是我利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我是在告诉你们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神的国里 喝新的那日子 所以当耶稣取了饼 当祂断了它 祂给了谢谢 然后说 这是我的身体 耶稣基督拿起饼来 剥开 然后递给他们 又取起杯来 说这是我的血 为新约所流出来 这意义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拿起饼来 然后递给他们 又取起杯来说 这是我的血 为新约所流出来 这意义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在跟这些门徒讲说 祂要为这个世人上的罪 献出他的身体 像这个饼一样被剥开 献出他的血 为世人的罪来赎罪 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宣告 如果你们真的相信 我是那个无罪的羔羊 要为世人的罪剃数的话 你们就吃我的饼 喝我的杯 拿来相信我 照着我的话来行 就像一千五百年 以色列人民 必须相信摩西是上帝的代言人 然后照着摩西的命令来做 准备一只羔羊 所以他们的长子来得以存活 耶稣基督这样的宣告 我就是那个无罪的羔羊 为着世人的罪来受死 你们愿意相信吗 所以耶稣基督一次的受洗 就剃除了我们所有的罪 所以耶稣基督等于月节晚餐 并不是在指向那一千五百年的事 而是在二十四小时不到的时候 他就要受死 他就是那个无罪的羔羊 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开始就宣告说 天国敬了 日期满了 你们要信福音 所以要祷告他们 祷告他们 failing我们的以mitt指 它们 motor tahun that He's here to fulfill what He's purpose to do in less than 24 hours and that He would die the cruelest death for the sins of the world that we deserve we deserve that cruelest death but then as He dies on that cross He's granting us those who trust in Him 所以在逾越节不到24小时 耶稣基督就要走上十字架 他宣告说 所有相信我是那个无罪的羔羊的话 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我不配得这样的一个饶恕 我们知道都是因为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这个无罪的羔羊 他没有罪啊 但是神他自己却当成那个无罪的羔羊为了我们 所以我们在举行圣餐的时候 我们就来祭祭这个主对我们牺牲的爱 但是逾越节这些门徒并不明白 他要不要一阵子之后才会明白 在于月节晚餐之后 门徒跟着耶稣去到橄榄山 在其他的福音书里我们看到 犹大他当天晚上就已经提早离开这个晚餐的聚会 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犹大爱钱 甚至爱到一个地步 他把耶稣给出卖了 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向情欲撒种的话 我们就从情欲收败坏 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 不要自欺 神是轻漫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所以神的定律是我们撒什么就收什么 如果我们撒下的是不饶恕 撒下的是愤怒 撒下的是一些不公义的话 我们收到了也是这些败坏的东西 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话 我们撒下的是饶恕 撒下的是恩慈 撒下的是怜悯的话 我们会从这当中收到永生的果效 那我们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所撒的是什么种呢 这是我们撒的话 就是我们会收到这些成果 我们知道犹大就是顺着情欲撒种 所以当你顺着情欲撒种的时候 魔鬼就找到机会要来进入你的心 当耶稣在月节晚餐的时候 你们当中有一个要出卖我 门徒一个一个这么说 是我吗 是我吗 in the gospel of john 13 24 to 27 Simon Peter therefore mentioned to him to ask who it was of whom he spoke then leaning back on Jesus breast he said to him Lord who is it Jesus answered it is he to whom I shall give a piece of bread which when I have dipped it and having dipped the bread he gave it to Judas Iscariot the son of Simon verse 27 now after the peace of bread Satan entered him then Jesus said to him what you do do quickly 约翰福音13章24到27节 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 你告诉我们主是谁说的 那门徒就顺势靠着耶稣的胸膛 问他说 主啊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沾一碟饼给谁就是谁 耶稣就沾了一碟饼 递给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 他吃了以后 撒旦就进入他的心 耶稣就对他说 你所做的 快做吧 我们知道靠近耶稣胸膛了 很可能就是使徒约翰 我们知道犹大贪爱钱财 所以他顺着他的情欲撒走 然后他的西门打开 魔鬼就有机会进入到他里面 然后在约翰13.30 它记录了 在约翰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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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立刻出去了 那时候是夜间了 犹大进入到黑暗里面 趁着黑夜 想出各种方法 要把耶稣卖了 在黑暗当中 犹大带领了一大群人 当中有这些祭司长 有这些文士跟法利赛 一起来捉拿耶稣 当我们向着情欲撒走的话 通常是在黑暗里面 在夜间当中 我们顺着自己的情欲 靠着自己的情欲 那时候魔鬼就有机会 在约翰13.30 As we said last week Judas in the end he was emotionally sorrowful he was sad but there was no repentance there was no turning around to Jesus it was just emotional crying and then what he did and then what he did was he decided to do his own thing and Jesus said that he who betrays him it is better that he was not even born 我们知道只有犹大卖了耶稣以后 他心里非常非常的懊悔 非常非常的难过 但是他只是难过而已 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 耶稣说 这人出卖我人 不出生在世界上道好 because in Judas we were so sad of the things that we did we could cry and be sorrowful but if there's no change if we do not respond to what God tells us to do and there's no change in our lives we can be so emotionally sad that we cover up bury the conviction of God in our hearts and just harden and just be immune to what God tells us 你知道如果我们做错事 如果我们得罪神的话 我们心里可能会非常难过 流眼泪 但是我们心中 如果没有真正悔改的话 反而会把上帝提醒 我们犯罪的这个事实 深埋在心里 以至于呢 下次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不再有任何的感觉了 you just go on your old ways nothing's changed no repentance and you're just looking for the next emotional response 我们知道着我们过去 就有惯心的生活 继续再过日子 然后寻找下一个 会让我们伤心流泪 但是还是没有悔改的经历 that's what happened to the Israelites that's what happened to Judas 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也是如此 然后犹大本身也是这样子 so now at the Mount of Olives with the eleven and there's no Judas there Jesus said something to the eleven that's going to shock them 然后在这个橄榄山 耶稣对这个十一个门徒 犹大已经不在当中了 讲了一个让人非常震惊的话 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跌倒了 因为经上记者说 我要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了 耶稣基督跟这十一个门徒说 今天晚上你们全部都要离开我了 耶稣 耶稣 你刚刚在讲什么啊 But Jesus was quoting Zechariah 13.7 Awake, O sword, against my shepherd against the man who is my companion says the Lord of hosts Strike the shepherd and the sheep will be scattered then I will turn my hand against the little ones 耶稣是引用 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 万君之耶和华说 刀剑啊应当兴起 恭喜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 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了 我必反手加在那微小者的身上 We know who the shepherd is Because Jesus said in John 10.11 I am the good shepherd The good shepherd gives his life for his sheep 我们知道这个牧人指的是谁 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曾说我是好牧人 我为羊舍命 The Old Testament points out that the sheep will scatter when the shepherd is struck 旧约明明的说 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 羊就会分散 This prophecy was written over 500 years before the birth of Christ 这个预言是在主耶稣基督 降生500年前所预言的 That's why the Bible is so awesome It tells you w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then later on It could be centuries later It happens in God's timing 所以圣经是非常令人惊叹的 他预先告诉你们 几个世纪以后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时间点到的时候 他就实现了 So we know who the shepherd is It's Jesus But who is this I That will strike the shepherd 我们知道牧人是指耶稣 但是这个我 我又是指谁呢 The I is God the Father himself 这个我就是指圣负他自己啊 We really need to understand this 我们真的需要明白 这当中的意义是什么 Becoming a Christian is a free gift to you and me But it costs God everything 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 是上帝所给我们一个 好好白白的礼物 但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 上帝却献出他的所有 I love my three children and my two son-in-laws As a dad I want to protect them As a dad I want to love them I want to do everything I can for them 身为三个女儿的爸爸 以及还有两个女婿 牧师是愿意花尽所有 身为一个父亲的角色 来爱着他们 I love my grandson Wyatt I want to love my grandson I want to protect him and do everything for him 牧师也爱着他的孙子 Wyatt 他愿意为这个Wyatt 献上他所有的一切 来保护他 来爱他 And I believe all the dads here would love their children 我们相信所有在场的父亲 也会这样爱着他们的孩子 You know do you know how much God loves you and me 你知道到底我们的圣父 是多么爱着我们吗 他的程度到底是如何 Paul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Romans 8 31 to 32 What then shall we say to those things If God is for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And then verse 32 He who did not spare his own son But delivered him up for us all How shall he not with him Also give us Freely give us all things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章 31到32节说 即使这样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神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God the father Struck the shepherd God the son He did not spare his own son But deliver him For you and me It's an amazing love 圣父击打这个牧人 就是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然后他把他白白地赐给我们 在这当中 他展现了对我们的爱 This prophecy of Zechariah Was written over 2500 years ago And fulfilled 2500 years ago But fulfilled 2000 years ago There was around a 500 year gap 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书 是距今2500年前 所写下了这个预言 然后2000年前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枪受死的时候 就实现了这个预言 But this love of God Was prophesied even earlier In Genesis It was foreshadowed Around 3800 years ago During the time of Abraham And Isaac In fact God Said to Abraham Genesis 22 2 Then he said Take now your son Your only son Isaac Whom you love And go to the land of Moriah And offer him There as a burnt offering On one of the mountains Of which I shall tell you 但是我们知道 撒加利亚书 这样的一个预言 其实距今是 3500年前 在旧约的创世纪里面 就有这样的预言 在创世纪里面 22章第二节 神说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区 我要在所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击 So Abraham and Isaac Ware walking up the mountain And Isaac asked his dad a question It's an important question Genesis 22 But Isaac spoke to Abraham His father and said My father And he said Here I am my son Then he said Look the fire and the wood But where is the lamb For a burnt offering 所以亚伯罗汉 遵照神的指示 跟他的儿子 一起去摩利亚地 在创世纪22章第七节 以撒对他父亲 亚伯罗汉说 父亲啦 亚伯罗汉说 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说 请看 火跟柴都有了 但繁记的羊羔在哪里呢 Dad we have everything We have the fire We have the wood But where is this lamb For the offering 以撒说 爸爸 我们什么都有了 火跟柴都有了 但是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 So Genesis 22 8 King James Version And Abraham said My son God will provide himself A lamb For a burnt offering So they both went So they went Both of them Together 创世纪22章8节 亚伯罗汉说 我儿神必 自己预备 做反击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 God will provide Himself The lamb 神会为 自己预备 那个献祭的羊羔 我们知道 最终亚伯罗 并没有把以撒 献为反击 而是神 神让他自己的爱子 献上反击 为了你跟我的罪 神并没有爱惜 他自己的独生爱子 因为他爱着你跟我 Isaiah 53 5-6 New Living Translation But he was Pierced For our rebellion Crushed For our sins He was beaten So we could be whole He was whipped So we could be healed All of us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We have left God's path To follow our own Yet The Lord laid on him The sins of us all Isaiah 53 章5-6 God the Father Lay all the sins of this world On his one and only son 神让世人所有的罪 全部重压 重悲在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身上 Then in John 10 18 Jesus said No one takes it from me But I laid it down On myself I have power to lay it down And I have power to take it again This command I have received From my Father No one had to make Jesus To do any of this He freely chose To lay down his life For the sins of the world No one had to make Jesus To do any of this Isaiah 53 10-11 New Living Translation But it was The Lord's good plan To crush him And cause him grief Yet when his life Is made an offering For sin He will have Many descendants He will enjoy A long life And the Lord's good plan Will prosper in his hands Verset 11 And when he sees All that is accomplished By his anguish He will be satisfied And because of his experience My righteous servant Will make it possible For many To be counted righteous For he will bear All their sins Isaiah 53 5-10 10-11 Eerahua却定義 將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Eerahua以他为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 Eerahua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的手上亨通 他必看见 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应 是我的义仆 得以称义 并且他要担当 他们的罪孽 The amazing love of God For you and me God the Father Struck his only son The sinless lamb of God And the shepherd He freely chose To give up his life And the sheep will scatter 我们知道 圣父击打他的圣子 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大牧者 然后他这个羊群 就四散奔逃 是在当中 是神对我们 奇妙的大爱 Jesus told his remaining 11 disciples Because of what will happen to me You will all scatter tonight 因为今天晚上 耶稣对他们 都说 发生在我身上 我被击打 所以你们都会 如羊一样散去 You will all fall away from me You will all just leave me tonight And this is the fulfillment of God's word from centuries ago 今天晚上 你们就要离开我 这是为了 让旧约的预言得以实现 今天晚上 我就孤单一个人 你们都离我而去了 So Jesus told the 11 something that they were not expecting to hear at all 所以耶稣基督 所讲的这番话 是门徒说 没有预料会听到的 You can just hear all them Say Lord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That's not possible We are here for you 你一定会听到 这些门徒说 主啊 我不会离开你 我会与你同在到底的 我不会背弃你的 How about you and me 那我们呢 我们的反应又是如何 当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四散奔逃呢 因为来到教会 参加聚会 是不是会遇到 甚至的难停呢 还是说当局告诉你说 你不能敬拜 这个独一的真神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你可不能再读 你的圣经哦 这些门徒从来不敢相信 我们会背弃我们的主 但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 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 但我复活以后 要在那边以先往加利利去 耶稣基督已经在之前告诉我们 许多的事 在他复活的时候 你们要到加利利去 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三章二十三章二十三节 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第三日他要复活 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耶稣基督跟门徒讲说 他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遇害 但是三日后他要复活 他经常跟门徒这样讲 但是门徒呢 他们忽略了耶稣的讲话 或是他们就根本不敢去面对 但是我们在批评这些门徒的时候 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 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顺着情欲撒种 当圣经告诉我们 当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没有预料的时候 他会在第二度降临 我们要有恩慈对待别人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所以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教导教训 他们只是好像是左耳进右耳出 并没有放在心上 我们是不是也没有放在心上呢 在牧师的人生经验里面 如果他真的不明白什么事情的时候 最好把嘴巴闭上 但是彼得呢 他却是鲁莽行事 彼得说 虽然众人都跌倒 我总不能 彼得我们知道总是鲁莽行事 耶稣基督有一次讲说 他要被叫在祭司长跟文士 以及法利赛人手里被害 而且第三次复活 你知道彼得的反应是什么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到二十三节 彼得就拉着耶稣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撒旦 退到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是体贴人的意思 我们知道彼得行事不经过大脑 当耶稣还在教导的时候 彼得居然反驳耶稣 阻止耶稣 以为说他比耶稣还知道 当我们听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 它不符合我们的世界观 不符合我们的观点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说这一定当中有什么问题 我们像说悔改 悔改是不是被高估了 你知道吗 我到天国 我已经有天国的入场的门票 你知道我的祖父 他是多么有名的一个信徒 我是进天当没问题的啦 我不需要再读圣经的 我知道圣经里面所有故事的记载 我甚至比牧师还明白圣经内容 我不需要参加祷告 祷告会里面都是听到一些 人家难过的一些事情 我不需要参与 我已经是非常 我已经是甚至有硕士博士的程度了 彼得在这里面就觉得说 他一定是会建立到最后到底 他绝对不会逃离的 虽然其他的门徒 他会跌倒 会跑走 但是我不会 我是那个唯一的例外 我会坚守到底 马可福音14章30到31节 耶稣对彼得说 我实在告诉你 就在今天夜里 计较两次一些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却习地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耶稣对彼得说 在二十四小时内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但是彼得说 不不不 我是坚守到底的 我会跟你同死的 你知道吗 对自己过于自信 然后对自己的未来说 我是非常非常有把握了 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境地 彼得忘了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明天会是如何 甚至我们未来 也不在我们手中 彼得忘了 彼得他忘了 我们人 我们人的生命 只是一口气 转眼之间 就像云雾消散了 但这个时候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在进行着 我们认为 我们知道 比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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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知道 我们懂得 比耶稣基督还多 我们懂得 比圣经的教导还多 我们过于自信的时候 其实是向邪恶 打开了一扇门 in a parallel passage in Luke 22 31-34 and the Lord said Simon, Simon indeed Satan has asked for you that he may sift you as wheat but I have prayed for you that your faith should not fail and when you have returned to me strengthen your brethren verse 33 but he said to him Lord, I am ready to go with you both to prison and to death verse 34 then he said Jesus I tell you Peter the rooster shall not crow this day before you will deny three times that you know me You see, Jesus knew what was going on He called Peter by his old name Simon which means unstable sifting sand 耶稣基督知道 这一切 这样发生的情况 所以呼叫着 彼得 他的本名 西门 西门的意思 就是摇动 不坚固 耶稣跟彼得说 撒旦要塞你们 好像塞麦子一样 我们还知道 犹大的例子吗 他顺着情欲撒种 他爱热爱今间 为了钱出卖耶稣 所以撒旦 进入到犹大的心里面 所以西门 他的心也一样 有一点动摇 被像塞麦子一样 但是耶稣却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所以彼得 你回头以后 要来兼顾你的弟兄 但是彼得说 我愿意与你同死 但是耶稣说 不到二十小时 你就要三次不认我 我们知道 所有这个耶稣 被卖的这些事情 撒旦都在背后 当上帝的事 当上帝的话在动工的时候 当上帝影响你 影响你的家庭 影响你的服饰 影响你的职场的时候 你要小心 撒旦就在后面 对敌对着 我们知道 恶者就在后面动工 他可能透过 其他的人事物 在促使着你 在刺激着你 不要照着上帝的话去做 当耶稣对着这十一个门徒说 你们都要离开背弃我 这些门徒讲说 不会不会 我绝对不会背弃你的 但是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节 门徒都离开他了 逃走了 所以这些有些功课可以让我们带回家去好好思想 在真言十六章十八节 骄傲在败坏以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在昨天的弟兄集会 我们谈到有关谦卑这个主题 我们知道骄傲跟谦卑是无法相容的 证言二十八章二十六节 心中自视的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 相信自己 过度相信自己也是一个愚昧的人 这跟世界上教导我们是完全相反的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我们要自己有自信心 要相信自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 耶利米书是西章九节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 你知道没有上帝的恩典 我们的心真是坏到极点 我知道如果是没有神的恩典 我就是那个坏到极处的人 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光照的话 我们是在黑暗当中行 Psalm 119.105 Your word is a lamp to my feet and a light to my path 诗篇119.1到105节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Are you reading the word of God regularly, daily? 我们有每天规律地读神的话语吗? We need to learn to take Christ at His word and submit to what He said to keep us from evil 我们知道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当作是我们引导生命的准神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步伐不至于偏邪 And then at last God's ways are way higher than man's ways 我们知道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 我们知道神 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挫败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人的劲动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才是 我们有没有回转向耶稣 然后真实地悔改呢? Are you sowing to the spirit instead of sowing to the flesh? 还是我们向着情欲撒种 而不是向着圣灵撒种呢? Peter blew it three times And Jesus did not reject him 你知道吗? 彼得三次不认辱 但是耶稣还是没有拒绝他 Jesus knew Peter from his beginning to the end 耶稣知道彼得这个人从头到尾 他都知道他的心 And Jesus knows all about you Jesus knows all the difficulties you are facing right now 所以耶稣基督也明白 在场每一位弟兄的处境 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畏惧 知道我们的挣扎在哪里 而且他爱我们就爱到底 虽然我们是一个坏到极数的罪人 但是耶稣依然爱着你跟我 耶稣跟彼得讲 当你回头的时候 回头去建立我的弟兄 So Peter later in his life wrote in 1 Peter 5.5 Likewise you younger people submit yourself to your elders Yes, all of you be submissive to one another and be closed with humility for God resists the proud but gives grace to the humble 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得到谦卑树邀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自恩给谦卑的人 彼得在圣灵的帮助下 写了这些内容 他不禁地回想到 他年轻的时候 彼得年轻的时候 出于自己的骄傲 甚至还跟耶稣基督下指导戏 告诉耶稣基督应该怎么做 彼得前书五章六到七节 所以你们要自卑 福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身高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彼得知道他年轻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自己谦卑下来 而且他没有把所有的忧虑 都交在神的手里 特别当他在否认主的时候 更是如此 当有人指着彼得说 你就是跟耶稣基督一伙了 彼得说不不 我不是跟他们在一起 我根本就不认识耶稣 甚至他还咒诅耶稣 当公鸡叫的时候 彼得才想到 他没有把所有的忧虑 都交在主的手里 当彼得年老的时候写下这些内容 他就是在建立这些 当时年轻的这些人 你不要再犯我年轻的时候 这些鲁莽形式 已经没有把所有的忧虑 交给神这样错的事情 他在教导当时的年轻人 也在教导今天的你跟我 让我把所有的 忧虑交给神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神顾念我们 我们在主里面 耶稣基督是多好的一位朋友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奇妙大案呢 这样奇妙的恩典呢 都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 他不会背弃我们 我们是真实地被他所拥有 我们真实地被我们的主拥有吗 我希望是如此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为了今天献上感谢 我们为了你的话语献上感谢 谢谢你 你永远不会背弃离开我们 我们是真实地被你所拥有的 祝福你的子民 如果在场还有不认识你的人 让他们也能够把你 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